我希望你尊重我 我知道邓主任的为人 一向都是刚正连结 业务又是一把手 德高望重 不过 二十年前的那次医疗事故 确实是您 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污点吧 举手之劳 您再考虑考虑 你们在要挟我 邓主任您是聪明人 为什么非要把话说得那么绝对的 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拿任何东西 和我良心做交换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我看 您还是回去再考虑一下 向总说等您的电话 好 等等 把你的卡拿走 那好 这卡我先替您收着 有什么新鲜事吗 动物园有一猴子跑了 好多网友在那转发找猴子呢 哦 找着了吗 没找着 猴子自己回去了 行 挺好的 祭大欢喜 白天 工作挺忙的 所以没时间给你打电话 没事儿 白天就是应该工作嘛 今天这菜不好吃啊 没有啊 那怎么一口都不吃啊 我胃口不太好 你平时不最喜欢吃点的鱼了吗 三天不吃都想 今儿怎么了 我觉得今天这味不太对啊 你平时不就喜欢吃他们家这味吗 是不是厨师换了呀 是吗 没有啊 还是这味啊 不是以前他们家鱼不搁洋葱 今天搁洋葱了 这味肯定不对 没发现 你平时也不这么挑剔啊 带这么挑剔姑娘出来吃饭 特没劲吧 其实吧 今天 就是想让你 开心 我挺开心的 一晚都没见你笑过了 我这 真笑不出来啊 不是 我是真心想让你开开心心的 你能不跟我虚道了吗 吃吧 我不是那意思 没事 谁该没个不开心的时候啊 能理解 你怎么往我家打电话呀 打你手机老打不通 想来想去的 还是往家里打一个吧 主要是想跟你说 我那天 太得不太好 跟你道个歉 没必要道歉 我能跟你说说我以后的计划吗 行 只要建立在 不放弃我的原则下 你有什么意见我都支持 四海公司 我已经辞职了 一宗也同意了 想好了吗 那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我觉得搭着你这人情 我进的四海公司 其实 我在这家公司真的没什么用 人家也不好意思开除我 所以 没什么大意思 还有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 那个什么家庭主妇 我接受不了 没人想让你当家庭主妇呀 我就是觉得我应该有一份 我喜欢的 适合我的 属于我的工作 这样我的人生比较有价值 你觉得呢 明白 你的工作 你说了算 你不反对我辞职吗 你想都想好了 辞就辞了呗 你不是说我辞职让你为难吗 那都是气话 能有什么为难的呀 再说了 我跟老叶的关系都那么熟了 无非就是大约顺水人情的事 用不着把这事弄得那么大惊小怪 你这忽然这么大度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你话 我就想让你知道 我对你好就行了呗 我这人是不是挺难相处的 别老把自己往那胡搅蛮谈那堆里头搁 没那么刁蛮 我知道我任性 我承认 不是有的时候我吧 也挺自我的 这点我知道我不太好 我知道你对我好 没有 要是上次其实 其实这事也怪我 要是执行提那么一句 大家也不至于弄得像现在这样是吧 你做的这些事 要搁别的姑娘身上 人家非得乐死 那不行 那也不能给别人这种机会 让他们过来跟我胡搅蛮缠 不能够 你这么一说 我就更歉意了 别别别 咱一马归一马 我呢 对你好 那是我的事 你自己的工作跟未来 你自己说了算 自己做决定 咱们呢 俩事儿 不往一块搁 行吗 那这事儿就翻篇了 翻篇了 一言为定 不过我能弱弱的问一句 您怎么打算你未来的工作吗 嗯 反正在你这儿我已经不靠谱了 跳槽接着跳呗 那咱得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吧 要是不行的话 至少咱得找一份稳定点的工作 别老换呀 写的简历上不太好 老板也不喜欢用这样的员工啊 你不是跟我说你喜欢我这样的吗 那当时我三顾茅庐的时候 有些人还不买我的账呢 我估计这辈子 我当那老板是没信了 努努力 以后当你老公吧 没顿你谁同意的 尝尝这鱼呗 这口味真没变 我不吃洋葱 那这洋葱我吃 鱼你吃行吗 那你把洋葱挑出去我再吃 行 回来了 吃饭了没有 我吃饭了 怎么了呀 有什么事啊 没事 不舒服啊 别 别闹 妈 煮什么呢 来了 真香啊 可 差不多了 我煮的粥就好了 好了好了 那管了啊 对 饭 爸回来了 我爸回来不很正常吗 回来正常 表情不正常 一回来直接就钻屋里去了 我还没等问呢 你就回来 那天我不跟你说了吗 肯定是有事 那我万万见 你别那边 你小孩你先别掺和那 你叫他吃饭吧 到点了 爸 吃饭 吃点苦瓜吧 夏天啊 热 白白虎 好 我吃好了 你还没吃呢你啊 看见了吧 这回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是有一点奇怪 这是一点奇怪 这是男人什么事能这样 你就吃个饭 嗨呀嗨的 就是男女关系的事才能遮压 但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方面的 那哪个方面啊 要不您去问问 算了算了快吃吧 转碗再说 我来电话 电话 谁 谁来的电话呀 应该是同事吧 我来电话 这回你相信妈说的话了吧 想多了 真想多了 没事 你怎么就坚信没事呢 知道你都看着了 还都没事 我在看见什么呢 行了行了别说了 我我我我 还是我去问问 不行这憋在我心里 我难受死了 我 你吃吧我我我我 一会儿再说 哎 说给你啊 那这什么事啊 你说呗 温军啊 咱俩都过了二十多年了 你有事我能看出来 你肯定是想跟我说点什么 你就放心大胆地说 你别让我着急 我都出汗了我 那个想说什么你就说我 我我能受得住 真的我知道我有时候也不好 我脾气什么的 但是咱毕竟过二十多年了 有时候你得想想 那孩子都那么大了 但是你也别担心 你就你就跟我说好不好 真的温军 我能挺得住 哎呀 你说什么呢你 我就是那陈慧那事嘛 那你也得那么想啊 我那不是爱你吗 我那不是爱你吗 也不爱你我这这这事不见吗 我 是 温军 你怎么想的呢 到底 你说吧好吗 温军 你还记得 二十年前的那丝手术吗 怎么突然说起这件事了呢 啊 你跟我说说 我我还以为说 你你你跟我说别紧张 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有媳妇在这呢 这只要不是那个 别的那个 你说这种事 那我都能那什么 你说你跟我说 好吗 您找谁 那个 我找向总她在吗 您跟她预约了吗 预什么预约啊 我找她有事她在哪呢 你你贵姓 我姓丁 那个她在哪儿你跟 你不预约你不能进去 啥地儿啊 保安保安 干嘛呀 你等一会儿吧 等什么呀 你不能进等一会儿吧 向总有一位丁女士要见您 丁女士 是的她没有预约 而且还特别的凶 我们怎么拦都拦不住 哪个丁女士 我 我就是丁女士 你怎么进来了 没事 你先出去吧 可以坐吗 来随便 有什么事吗 有点冒昧啊 打搅了 你不认识我 等我跟你提个人 你就知道了 我是邓文轩的爱人 邓太太 你找我有事吗 肯定有事 那个你觉得在哪儿谈好 在这儿还是咱们再选个地方 我们在楼下餐厅聊吧 邓主任 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你说 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不用想那么多 你应该尽早地跟医院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我相信 医院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处理的 事情啊 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人有的时候不能太爱惜自己了 那样会给自己画地为牢 我觉得这个结在你自己的心里 只有你自己能够把它打开 可那次意料事故 毕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如果让大家都知道了 他们会怎么看我呢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大家会怎么看你 大家会觉得你很懦弱 会觉得你是在逃避问题 大家会更加瞧不起你 可是在我的心中 邓主任 邓文轩教授 他不是这样的人 江总 开门见山吧 我今天就是为了我们家老邓的事来的 邓大太 你误会了 没有 我听说你找人去跟他谈判 什么意思呢 你言重了 这不是谈判 是有事相求 有事相求 为什么要把二十多年前的事翻出来呢 是 二十年前 我们老邓喝了点酒 上了手术台 出了点小差错 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而且他为此也深深地内疚 以后几乎滴酒不沾 你现在把这件事给他翻出来 到底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想干什么呢 这事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我只不过想邓主任高抬贵手 不要对我太苛刻而已 看来邓太太你真是有些误会啊 没有误会 我们老邓是一个讲原则公事公办的人 假如说你的药品没有问题 为什么让她高抬贵手呢 如果有问题 她又怎么能高抬贵手呢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啊 这不是在开玩笑 不是儿戏 邓太太 让我跟你说两句吧 我们公司研发个新的药品 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邓主任不肯帮这个忙 我们公司麻烦就大了 你麻烦 你麻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那是你的事啊 而且你把二十多年前的事翻出来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而且你一定费了不少的功夫吧 费了不少的心血吧 你和邓主任都是明白人 我只不过想邓主任帮我一把 其他事什么都好说啊 至于二十年前的事 我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就让它消失在空气中 我保证没有人知道 不会让邓主任的声誉受到任何影响 你还在威胁啊 向总 我告诉你啊 你别说老邓不会就范 你这在我这也过不了这关 我们绝对不会拿这种事 跟你作为交换条件的 邓太太 我知道你很爱护邓主任的声誉 我也一样啊 我不是一个不懂知恩图报的人 如果你们帮我其他都好说 我保证这事以后绝不再提 不用你可以提 你可以把它公布于众 我们不怕奉陪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跟你不熟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告诉你 这个邀请没有用的 你向老邓宣战 我就向你宣战 我很爱我的丈夫 我为了他 我可以豁出我的性命 你知道吗 而且我作为一个家庭妇女 我什么都不怕 我一身轻啊 而且我想你做公司的 不会那么干净吧 我可以把你公司查个底儿 可以揭发你的黑幕 我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你跟老邓过不去 我就跟你过不去 你跟他没完 我就跟你没完 听懂了吗 真没想到邓主任 有个这么厉害的老婆啊 那你是没见识啊 我真是很厉害的 当然了 你是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的人呢 都讲究和气生财 你们生意的人最讲这个 所以呢 我也希望这件事啊 你慎重地考虑 不要拼个鱼死网破 你死我活 是吧 好自为之向总 再见 再见 这可女脸 这可女脸 你找我干嘛呀 我 我有闲事想要跟你说 可是徐刚不让我告诉你 对不起 他妈突然跟我说对不起啊 都怪我 才造成你跟徐刚这么大的误会 你今日叫我出来 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呀 还有什么呀 你说吧 我是想说 你应该知道 徐刚他真的很喜欢你吧 那你就别再怪他了 他不是有意要瞒你的 是我 是我害怕你误会 所以我才让他告诉你 我是他表妹的 你是他女朋友对吗 不是不是 原先是 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们现在就是朋友 那你们俩为什么要分手啊 怎么说呢 我爸妈去世的早 我一直跟我哥哥嫂子住在一起 他们一直不接受徐刚 他们嫌徐刚哥家庭条件不太好 后来 后来他们逼我嫁给了 他们单位居上 他儿子 他儿子 其实 其实 算是我抛弃徐刚哥的 我们俩分手已经好几年了 本来我以为 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跟他见面了 可是谁知道 去年我检查处 我得了脑血管瘤 我得了脑血管瘤 那个男的就跟我离婚了 我哥哥嫂子 怕我连累他们 也不管我 我当时就特别绝望 我觉得 就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后来徐刚哥知道了我的事 他就过来跟我说 他一定会帮我治好我的病 如果那段时间没有他那么帮助我 安慰我的话 我可能早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 可是晨晨姐 他只是想帮我 他是觉得我太可怜了 我是配不上徐刚哥了 可是我觉得你跟他很般配啊 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 徐刚哥找到了可以陪伴他终身的伴侣 只有你才能给他幸福 晓璐 你今天突然跟我讲了这么多 我 我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其实 我觉得这件事情 他应该早点告诉我 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这个很好解释的 不是 他想告诉你来着 可是他有好几次都没敢说出口 他 他害怕 他不敢跟你说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像个男人 珊珊姐 徐刚哥 他真的是一个很重情历的好男人 我只求你能够接受他好吗 要怪你就怪我吧 我不怪你 珊珊姐 我不怪你 对不起啊 小璐 我之前误会你了 我之前误会你了 这儿还有小狗的衣服 多可爱啊 给你来一声 给你来一声 这是狗练 我给你来一条的 我牵着你了 你就适合穿那样的 多可爱啊 还适合穿那样的 这颜色不错啊 试试啊 这哪适合我呀 我试着穿这样的衣服人吗 试试啊 别老一本正经的 敢于尝试 尝试什么呀 我平时是这风格的 你知道这风格叫什么吗 成熟稳重商务 我穿这不合适 那你也不能二十四小时都稳重啊 多累啊 试试吧 真挺好的 相信我 非是啊 去吧 行行行 那帮我拿一下 不怕我卷款逃款啊 卷吧 就这么点钱 哪儿呢你 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是我 什么好消息啊 小可 她是衣服呢 你跟我说吧 那个我前两天 给她介绍了一个客户 人家答应签合同了 呦 你怎么那么好啊 还给人家的生意呢 就临时帮一个忙 那这事要成了的话 你必须得收她终结费 我难好意思问她要钱呢 这事真不用看我面子 狠狠地宰她一笔 你过来给我们吃饭吧 不用了不用了 我还有事呢 真有事假有事啊 你你跟她说吧 她出来了 这有事这有事 你帮我跟她说说那合同的事啊 我不跟她打了 好 拜拜 其实我穿这太卡通了 多好看啊 从来没发现你那么帅我 这真不是我风格 算了啊 买了吧 挺好的 真挺好的 平时穿不出去 不吗 刚刚沈会打电话来了 我一看她的名字 我就帮你接了 什么事啊 她说给你介绍了一个什么生意 要签合同什么的 那不挺好的吗 你们俩什么时候成生意伙伴了 也不是 那不前两天她说她有一朋友 想找一广告公司合作 我估计就把我推荐过去了 你怎么没告诉过我呀 这不就是前两天的事吗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那那你给她回一个吧 要不然我怕我穿错了 到时候耽误事 不是 不着急 让她等着呗 反正我也不急 是吧 我把她换下来了 钱没忘啊 真的挺好的 买了吧 真的不合适 不听我的啊 徐姐 我怎么能不去呢 就盼着这一天呢 行行 马上走了 好 等着我啊 接着走 好 拜拜 拜拜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你看平时盼着你回来吧 你不回来 今天你回来我正好有事 我那姐们说好了去跳舞呢 你跳你的去吧 不 没事 没事 那个冰箱里边有 那天做的那个饺子 拿出来解冻一下 然后那个煮了吃 可可她们不回来 我没胃口 不想吃 行了 来 老公啊 你还为那件事上火发愁呢 没事 你别愁了 那个 本来我不想跟你说了 好像我邀功行赏似的 怎么 我告诉你吧 那件事我已经给你解决了 你说什么 就是你跟向飞那个事 我已经都给你摆平了 你去找向飞了 你去找她干什么呀 那我肯定得找她呀 我不出面谁出面呢 我不冲上前去 谁冲上前去呀 你这个时候关键时刻 舍我欺谁呀 那结果怎么样 那细节你就别问了 但是我就告诉你吧 搞定了 她绝对不敢再拿这件事来威胁你 但是老公我也劝你一句啊 这事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你也别再把它放在心上了 什么了不起的呀 咱要不说谁知道啊 是吧过去了一阵风势过去了 反正向飞她绝对不敢再拿这件事 再要挟你 慧卷 那我也不愿意让你去找她呀 那找都找了 解决问题没了 解决了 就行了呗 好不好 心就放下了 老公 我有胃口了 我就吃你包的饺子 这啥馅的 三种呢 好 那我就赶紧走了啊老公 走走走走 我自己弄 全等着呢 好 那个这这这弄完了 对就放三次那个水 放心吧 要不不开 我 你这会什么呀 快快快 走吧 别了我你根本就不行 你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又我都穿成这样了 真是睡了呀 谁像你呀 爱情这么甜蜜 就差夜不归宿了 这都几点了 你这是哭呢 为什么呀 刘旭刚欺负你了 我给你报仇去 不是的 那怎么了 小璐 她真的不是刘旭刚的妹妹 真不是呀 这人看起来挺老实的呀 她也脚踏两只船 也不是 小璐是旭刚的前女友 不过现在已经分手了 是真的吗 小璐见过我了 她跟我说了好多她跟旭刚的事 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那她之前怎么不告你啊 我也在为这个事生刘旭刚的气呢 不过你知道吗 那个小璐真的挺可怜的 年纪轻轻的 就得了什么脑穴管流 而且父母已经不在了 老公呢 又嫌弃她 跟她离婚了 她哥哥跟嫂子 也不要她了 小璐跟我说 这么长时间 就是因为刘旭刚 如果没有刘旭刚的话 她可能都没有勇气活下去了 我也知道了 刘旭刚为什么 打那么多份工 压力那么大 受了那么多苦 包括她说什么 什么梦想就是钱啊什么的 是挺可怜的 我知道你为什么哭了 你是被感动的吧 晚安 你彻底爱上她了 你打我也没用 你打我你也爱她呀 行了别哭了 不是小可 我真的心里挺难受的 我就是想问问你 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事 你会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别逃避问题行不行啊 你告诉我你会怎么办 我这么笨 你这种那么大的问题 你就别问我了 不行 你今天必须得说 你说也得说 你不说也得说 你说你会怎么办 你怎么那么霸道啊 我就霸道一回不行吗 那行行行 那我要真爱她的话 我就一定跟她在一起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说江上你去想哭些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你这是得多爱人家呀你 不是 那么对了 这个事吧 先别跟你妈说 为什么呀 因为你妈本身就不太同意 我跟薛康在一起 如果她知道刘薛康现在压力这么大 她就更不同意了 我怕她万一跟我妈说怎么办 那你得给我封口费 讨厌 不给钱不行 杨哥 拼了 行 然后回去想想要收你多少钱合适 你太讨厌了 你太讨厌了 你喝这大 你这人干巴小劲儿来我来了 我真的没什么力气 谢谢啊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个小陆真的挺可怜的 我打算 把那刘薛康那升级报告 批准了 你这种精神病的状态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没法聊了 我讨厌你干嘛呀 都睡了 爱你呦 去 上来以后 来了 晴妮 小可都跟我说了啊 你这效率够快的呀 我也没想到 你们两个谈得还挺顺利的 这咱上次说好了 给你那提债 我 不好意思要你们钱吧 别呀 生意归生意 人情是人情 来 拿来 两把事 那个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晓可没有起疑心 没有啊 她就问了我一句 我就说是生意上的事 她 你可千万别跟她说我住你隔壁啊 不是这事吧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 咱还是告诉她吧 没必要这么瞒着她呀 现在还不合适说 而且她觉得我在给你当军师 该不高兴了呀 有点道理 没错 那还是瞒着她吧 你们俩现在又和好了啊 是啊 就是前段时间没忍住 给她打了个电话 我俩出来就聊一聊 把这事都说开了 那她有没有提我那天安排你们见面 然后没有建成的事 没有 这事一说多尴尬啊 我们俩谁都没提 哦 那就好 你们自己都解决了 本来我还以为能帮上忙呢 你看你说的 你哪能没帮上忙啊 没你的话 这事情不能发展得这么顺利啊 是不是 得了吧 都是你自己的能耐 怎么了 怎么这表情啊 有心事啊 没有啊 我挺为你们俩高兴的呀 你这也不像高兴的样啊 其实吧 那个 高兴之余还有些担忧 担忧什么呀 说我听听 你对小可是认真的 那当然了 要不然我这干嘛呢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结婚 成家 好好过日子呗 你的未来和小可的未来 你们俩能并到一条轨道上 你是说我跟小可不合适 你们俩吧 都太顾及面子 其实这样不好 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 矛盾都积压在心里 就好像埋了个炸弹 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炸了 没那么严重吧 我俩没那么大矛盾 就是平时发小脾气什么的 谈恋爱嘛 谁还没个脾气啊 过去就没事了 反正小可可说没那么简单 不是 等会儿等会儿 小可跟你说什么了 她跟我说的我哪能告诉你啊 反正她对你的疑虑还是挺多的 不是 你这关子卖的有点 不是 你赶紧跟我说吧 什么问题我好想办法应对啊 你们俩之间吧 有什么问题就该说清楚说清楚 她对未来的规划和你对未来的规划 都应该摊开桌面来说 别掖着藏着 万一两个人分歧太大了 不能走到一起也别浪费时间 你说做朋友也挺好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小可她说爱一个人和喜欢一个人 这是两码事 为什么很多有情人不能眷属呢 就是因为不能把喜欢变成爱 你说小可不爱我 我也就说到这儿了 说多了显得我好像在破坏你们俩感情 反正我觉得你应该找小可好好谈一谈 免得把我夹在中间怪别扭的 要吃水果吗 我给你洗个猕猴汤 不是 你什么意思你说半天 你不想跟我说到什么吗 有些事情现在讲 你也会觉得我在骗你 等够段时间我再跟你解释吧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珊珊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 你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你不用费心思了 已经有人帮你说过了 小鹿找过我了 他把你们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但是我很生气 珊珊 这件事情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说你骗我了吗 你以为我生气 是因为我觉得你骗我呀 你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告诉我 为什么要瞒着我不信任我呢 这么重的负担 我不想把你牵连进来 你不想把我牵连进来 你就应该早点跟我说 让我早点走 珊珊 其实我想过了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你那份生气报告 经过我的深思熟虑 批准了 你那份生气报告 经过我的深思熟虑 批准了